彭于燕当众下跪红金宝为师 为拍戏到底有多个 2014年 彭于燕当众向红金宝扣了三个奖务 为自己换了一个前程 当年彭于燕在出演黄飞红之英雄有梦 武术指导正好是红金宝 红金宝虽然身材有点胖 但功夫却十分了 地位也很高 连成龙见了他都得里让三分 彭于燕为了演好剧中阿飞这个角色 跟着红金宝学了半年男拳 每天都要进行长达十个小时的训练 在一场和张静红金宝对打的戏份中 为了追求旗帜呈现更好的影视效果 一个彭于燕被踹飞的两秒钟镜头 很急重拍了50多遍 正是彭于燕这股拼搏努力的精神 让红金宝十分欣赏 打算收他为徒 于是红金宝就在黄飞红之英雄有梦的发布会上 借着这一波热度举行了一场拜师仪式 在彭于燕向他磕了三个奖头之后 红金宝正式将彭于燕收为徒弟 说红金宝的徒弟有很多 为了显示对彭于燕的看重 红金宝又收他做自己的意思 有很多人有疑问 彭于燕自身资质又不差 为何还要当众下跪拜红金宝为师 其实答案很简单 虽说红金宝如今很少在接戏 但退居幕后的他人脉非常广 而且红金宝为人大方 不练习提携后备 早前与红金宝合作过的一线年轻眼 后来发展都很不错 比如作为红金宝一子的周兆龙 当初正是在红金宝的历见下 与周星驰搭戏 出演九品芝麻关中的常威才一号而红 后来已是成为圈东有名的坏人专业 但是别看他经常出演反派 就连李连杰成龙也对他十分钦佩 由此可见 如果能搭上红金宝 彭于燕接下来的辛苦会好走得多 所以彭于燕如果能攀上红金宝这更高智 在娱乐圈的发展自然不用愁 可是没过多久 彭于燕的表现让红金宝不满意了 再一次晚宴中 彭于燕在饭桌上四处敬酒 低声下气服务大家 红金宝看到这一幕脸都黑下来 被彭于燕训斥到要挺直腰杆做人 而不是活得卑躬屈膝 邪武之人的傲气不能丢 彭于燕听后尴尬地吹下头 但也是这一次 他心中对这个恩师的敬佩更深了 可没想到彭于燕听完这番话 这么快就认真贯彻在咖位上 将自己的傲气展现得黎明 彭于燕为了拍戏到底有多拼命 前有小鲜肉拍戏割破手指哭听喊地 后有彭于燕驱车骑行地球两圈半 如今娱乐圈能做到彭于燕这样的有多少 为了拍好极战 彭于燕花了三个月时间接受面积训练 完成了一次形体上的改变 让自己的体制率降低至3% 只以专业健美运动员的标准 凭借改片 彭于燕提名第三十三集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第五十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该片也获得当年香港年度票房冠军 为了拍摄湄公和行动 不仅练就了一身三打功夫和设计技术 还学习与缉毒选相处等连串测训 甚至是学会了泰文及缅贴语 而此前他曾没接受过专业设计训练 可见其努力认真的程度非同一般 为了拍摄破风医院 训练期间把香港所有的山欺骗了 每天要骑120公里 导演有时会不自觉地手拿脚逼 跟彭于燕讲戏 严重认真堪抵魔鬼教练 平时具有运动习惯的彭于燕 弹跳力和肌耐力都没话说 然而一米八的高大体型 却让他在拍摄翻滚了 阿信的体操训练中吃尽骨头 但即使是双手练到皮开肉绽 练习单杠时不慎从半空中跌落 半年来的训练过程中 都从来没有退缩过 持续不断鞭策自己进步 不经验放弃的坚毅精神 也让彭于燕成功诠释 电影中从谷底奋力翻身的阿锦角色 就连体操教练李玉信本人都不禁赞叹 就像是我自己演出一样翻身 如今的彭于燕已经43岁了 但他依然有着男人 看了嫉妒女人看了爱慕的完美身材 简直是一个行走的荷尔蓬 试问 有谁不想成为那么优秀的男人 从曾经的180斤大胖子 成为如今让人舔平的男神 这其中的艰辛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彭于燕曾说过 因为自己没有才华才会如此拼命 或许对于所有人来说 彭于燕最让人喜欢的不只是他的自恋 也不是姜文对他垂涎三扯的肉体 而是他让我们看到 一个没有天赋的普通人 努力之后所能达到的极限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